各位企业家好 图老师好 我叫宋冰冰 来自于山东资博 就读于河北省的衡水学院 之前在北京做过两年的实习 后来因为朋友介绍到武汉 做了七年的文案策划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 就是喜欢的文字工作 能够成为自己的职业 今天来现场求职文案策划 或者短视频编剧的工作 谢谢 一个好可爱的小姑娘 特别像那漫画当中的人物 谢谢图老师 你是这个身体是怎么回事 就是膝盖提醒 小的时候就这样 一张牡举老师 лись尽的无人 臭伤 也是 大鲜 大鲜 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才说你理解母亲的难度是因为她有她自己的家庭 可能是因为我私心里觉得我爸爸跟她离婚的原因不在我妈妈这 所以我一直都很理解她 我当时很小 我后来是听大家说的 但是我不能确定我现在听到的是不是正确的 你能从各个角度去想母亲的难处 不去听信周围的人的八卦 去判定父母之间谁对谁错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你就是特别大的优点 不听信谗言 以善良的角度待人 事到如今28年 最想让你表达的一个小事 我脑子里瞬间想起的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身体得过病 中风过 所以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照常去上学 然后天还刚刚蒙蒙亮 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发现 就我爸爸帮我做了一碗面 因为那时候是个冬天 然后那天真的没有觉得冷 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爸爸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对我有过什么 就是感性上面的关爱和表达 但是那碗面我至今都记得 然后感受到可能父亲的那种爱 是更加深沉的 甚至都能够理解为 其实如今你能够非常淡定地 坐在这里谈及以前的一切 我感觉你的眼泪是应该已经流干了 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 我泪点特别低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的这个经历 当时在武汉有一段工作经历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 然后其中有一个课程是跟心理学相关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遇到了我的心理老师 然后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就是我现在对之前的很多过往 我可能比较释然吧 所以说就是情感上没有太触及 那么